好,我们现在进入第26个单元 我们应该要看 表里比书一张七节 我现在先回到一张四节 为什么呢 我是想要先介绍一个工具书 我们到这个网站 这个www.logos.com 到它这个product里面 一些输入这个exegetical summary 然后点这个goal 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出版品 exegetical summary series 有27卷 这个是一个机构 SIL International 他们所制作的 这是一个宣教机构 它跟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 是一个姐妹的机构 他们应该算是提供一些学术上的资源 所以他们也有做语言调查 语言学的研究 也有做一些圣经翻译所需要的一些学术上的资源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肥利比书 因为这边有一些样本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们的设计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sample pages 我们看第七页 然后点这个放大镜 第七页 他们这边是肥利比书一章四节 所以我刚好可以拿我们这边的一章四节做一个示范 好一章四节 肥利比我们再复习一下 pantote em passe de esse mu pantote em passe de esse mu 好那这边的tang de esse mu 他有一个解释 他说还问一个问题 说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rticle in the phrase tang de esse mu 他就有de esse mu 也就是说 这边这个de esse mu 前面加了罐词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呢 好那这边有不同的参考书 注释书 总而言之这些 或者是译本 那其中的解释是什么呢 it refers to the reader back to the first mention of de esse 就是因为前面已经出现过一个de esse了 所以这边这个tang是在指向前面的这个 这是一种解释 那可是呢也有另外一些解释是 他要显示indicate that Paul makes a particular mention 这是另外两个注释书有提到的 那后面也有一些注释书 他讲了一些话 他的根据是什么呢 就用括号把他的来源都写出来 那ICC是这个International Critical Summary 那KJV King James NAB应该也是另外一个译本 好那就是说 他们收集了各方面的材料 然后呢 提供给这些圣经翻译员 他们要在翻译圣经的时候 知道他们背后 希腊文他们 来源是什么 那各种参考书 提供了怎么样的解释 可以帮助他们在 圣经翻译的工作上 好我看另外一个例子 他还是提一个问题 他说What relationship is indicated by the use of the participle phrase Ten dei sin foi umenos 好就是我们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Meta haras Ten dei sin foi umenos 那么 就是这边是一个分词 那到底 这个分词 有什么文法上面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跟前后 那他就说 这个是 This indicates the accompanying circumstances of past thanksgiving 好就是 他就是要显示 保罗在感谢的时候 伴随着什么样的状态 好那这是 这些注释书 参考书一本所提供的 资讯 好然后呢 他说翻译英文大概的意思就是 我感谢神 I thank God 然后呢同时又说 I pray for you with joy 这两个是 同时发生的 可是呢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呢是 This amplifies the preceding phrase in every prayer of mine 另外一份材料上 大家说你真的买这个 这一整套注释 或者是只买单卷的菲利比书 你就可以知道 这些简写 你就可以知道这些简写 到底他实际的这些 这个是哪一本书 或者哪一个圣经译本 所以他说这个是要 就是把前面这个 前面这段话 in every prayer of mine 每一个我的祷告 就是 就是 就是pantote and passe deces 每一个任何时候的 或者每一个祷告 他要把它再 更多的强调 所以amplifies 把它放大 所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 对于一些 可能 对希腊文不是很熟悉 甚至可能都完全都不知道 那都还是有可能 好 来使用这一套 参考书 好 举下面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章五节 for your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好 那我们看一章五节 这边希腊文是 epite koinonia Himon Eisto Evangelion 那么他这边提供的翻译 是一个非常 字句都对应好的 for your partnership 对应的是 epite koinonia 所以epi对for koinonia partnership 好 然后your 是Himon in the gospel 在这边的 Eisto Evangelion 它的翻译是 in the gospel 那可是 它只是 它的一个暂时的翻译 所以它等于说 这边只是一个 一个记号 然后它用这个 abc来标示 好 所以比如说 lexicon 它就说这个字的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for 其实这个 for 好 这个 a 这个 for 其实它告诉你 原文是epi 可是就算你不知道原文 就是你对原文 不是那么熟悉 可是至少你知道 这个 for 背后 到底有哪些 可能的 细致的意思 那这个有哪些 学术上 比较 一般人认为可以 比较是可靠的 这些资料 然后提供 提供翻译员做参考 好 比如说 p is a dative object 那么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 because 因为 或者是 on account of 根据什么 或者 on the basis of 依据是什么 in view of 有见于什么 事实上这些意思 其实并没有差很多 都是整体来说 就是代表讲述原因 所以 所以英文用 for 来翻译它 你知道 你可以知道这个 for 背后的更深的含义 更丰富的含义 是它提供的这些资讯 好 或者说 koinonia 那这个是 partnership 那事实上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东西的话 那这边它也提供了 各种参考书 像 badg 这是一本有名的字典 好 主要就是它等于是一个资料库 可是呢 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 有那么多的资料库在身边 就算有 他可能也不知道 也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找 那么 这份资料 就是 等于说已经帮我们收集好了 所需要翻译圣经的时候 相关的资料 整理成一个这样子的格式 让人可以 很容易的去 找到 相关 资讯 所以 那其实我们不是要翻译圣经 可是对我们就是读经 要想要了解这个圣经的含义 用希腊文 来 来理解它的话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 另外一个也是类似的一个出版品 也是同样到Logos这个网站 你输入Translator Handbook 这是联合圣经公会 他们出版的一个也是同样是做圣经翻译的机构 他们也是为了要帮助翻译员他们在圣经翻译的时候 关于一些学术上 关于希腊文 他们身上也有旧约 也有希伯来文类似的这样子的 学术上的资源 不过这个他就没有 这边他没有附这个Sample Page 所以我们 我只能大概口头上说一下 他不像刚刚这个 SIL Exegetical Summary 有附那么多 参考资料的来源 他大概是以主要是以译本 就是各种英文的翻译的译本为主 可是他有多一些解说 他的解说又比 这个Exegetical Summary要更详细的 他有很多翻译上的建议 他有一些 比如说在一个经文的理解上跟表达上 他都提供蛮多 一些学者他们提供很多资讯 好 所以这个是 在他们的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式来帮助圣经翻译员 那我们作为一个想要读圣经 我们并不是要太过于 马上就进入那个神学的解释上 我们先从语言上面的解释 我们先从这边下手的话 那么刚刚讲的这两套 这个参考工具是很直接很有用的 但其他像丁道尔注释 或者是更详细的学术性的注释书 那他们就不只是解释文法了 他们当然也会解释提到文法上一些分析理解 然后他们会更多的进入一些神学性的探讨 但就看我们个人的需要了 至少我们目前只是希腊文读经 我们第一步先从了解希腊文开始 那么刚刚这两套工具书 我觉得是相当有用的 我们进入第七一节之前 我们再看一个工具书 是跟操本有关的 就是提供一些经文鉴别 操本资讯的这样的工具书 因为一辆六节我们才看到 有这个维 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 维是代表Westcore and Horde 就是这两位学者 他们所编辑的希腊文的经文 那粉红色的是 这个联合声音工会 UBS第四版 我在讲的 也许有人可能还并不太知道这些细节 简单的说 今天保罗写给菲利比书的 他所写的那一封信 或者是他的 有人帮他代笔 总而言之那一封信 菲利比书 菲利比教会所接受到的那一封信 今天已经找不到了 那那一封信经过了很多 这个抄写员 他们带一带的 带一带的 这样子抄写传承下来 那到了 到了后代 其实看到有非常多 不同的操本 那他们的内容 大致当然是相同的 可是有些小地方 会有差异 比如说 有一些操本 在这个 Acrihemeras 后面 是写的 Acrihemeras 可又有一些抄本 写的是 Acrihemeras 那 这个 不同的学者 他们有不同的判断 那 目标都是希望 把他们所认为 应该是最原始的 就是最早 就是最初保罗所写的是什么 他们把它放在正文上 然后呢 用一个柱角 来说明 这些有哪些不同的抄写的 抄本 有另外一些写法 那 一般来讲 这样子的希腊文圣经 网路上面 大概 都 就是免费的资讯 网路上 已经很少看到 那我看到 一个 他是叫做 SBL Greek New Testament SBL 是一个 就是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是一个 一个 研究圣经的 一个 一个 团体 他们 有制作一个 他们所 判断出来的 一个 含有抄本资讯 可是也有他们 经过他们判断 而 写出 写出正文 然后把这个抄本 资讯 不同的抄本 的写法放在柱角 这样子的一个圣经 是这样子 因为 这是一个很 繁复的工作 那 所以一般 都是花了非常大的 人力 物力 财力 才能够做得出来 其实这样子的 成果 通常也都是有版权的 所以网路上面 大概都很难看到 那我是只看到 这样子 这个 SBL 这个团体 他们很慷慨 他们 有花功夫做 可是呢 也放在网路上面 让人可以免费的看 那甚至他也可以 有一些条件之下 他可以 让 让其他的人来使用 事实上 他这边就有一些 规矩 我们先看 这边有个 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就是如果你要用它 那你要遵守哪一些的 这个条件呢 他有说 像我们这个 我们是一个 有 需要付费的一个产品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说 只要在25 25%的 这个 比例之下 用到 所用的话 那么 他也允许的 如果超过25%的话 那就要 那就要跟他们 特别申请了 要有一个 书面的许可 才 才可以这样做 好 那我现在就是简单的介绍 我们怎么样去用呢 就他有好几种格式 如果你用的是 你有用logos的这个电子书 那么 你就可以 download 下载 这个东西 事实上 你到这个logos的网站 你也会看到 如果你 logos网站 你就直接 在这个产品这边打 sbl gmt 你也会发觉 这是一个0元的产品 所以你只要 下载这个 logos的一个 阳春的一个 一个架构 一个engine 然后 你购买这个 可是呢 事实上它是不用钱的 那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在 logos的 这个电子书的 这个 这个架构下面 也可以看 或者呢 是 一般人如果 没有 没有这样 不想要那么复杂 那 也可以 下载这个pdf 檔 或者你也可以有其他的 不同的格式 如果你用这个 sort的这个project 也有sort的project里面 它所提供的 格式的程式 好 那我们现在 如果你下载pdf 我这边就不详细做了 那你下载之后 你就会 先看到有一个 front 就是sbl front 所谓front matter 就是 在这个正文之前的 这些 说明 那 你下载之后 那你再打开 里面的 腓立比书 好 我们就以一章六节 这个作为例子 好 一章六节到末了 Acrihemeras quistu 耶稣 好 那它这边有 一个这样的符号 好 我们来看这些符号 是什么意思呢 那符号 我们要到这个front 这个front matter 这个档案来看 我们等一下也都会看到这些简写 比如这个wh 就是这个vest corn and port 也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心旺爱的这边所说的 这个vest corn and port 另外一个简写 另外一个简写 TREG 这位学者 Traglet 网络上看到有人是这样子发音的 Traglet 那这也是有100多年以前的了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没有版权的了 事实上刚刚这个vest corn hold 也是差不多100多年以前的 所以就SBL 他们也不能够用现在最新的学术上的研究的成果 因为在这时候都是有版权 那可是他们用一个折中的办法 使用了没有版权的 就是更古老的 更早以前的学者 他们研究的成果 那事实上 这个至少还是 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经文经典 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那如果你真的要认真的研究的话 那你还是要去买 这个 这些最新的产品 比如说 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 比如NIV 这个并不是圣经的一本 而是另外一些学者他们所做的 一个希腊文圣经 好 这边我就不详细讲了 R.P 这是一个拜占庭的经文 这也是另外另外两位学者 Robinson and Pierpont 所以就取他们的名字的开头作为简写R.P 这是2005年 他们大概也是很慷慨的 就把他们的这个研究的成果 能够也让这个SBL来使用 下面 我们看到 这些我们先跳过去 不看了 看这些符号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这个像是这个引号 可是呢 就是有一个它不是直角 是有一个一槽围快120度了 或者是150度 不知道 那它的 如果是有一个区 有弯曲的这个引号 那么它是前后把它夹起来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 今天是这个 Christ to 主角的引号 那就放在那个字的左上角就可以了 比如说 以后我们待会儿第八节 就会看到 这个Martisgar Mu 这个Mu 左上角有一个直角的引号 表示说 这个Mu 在有些抄本呢 也有其他的写法 那么 我们刚刚看这个第六节 这个Christ to Jesus 他就说 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简写 意思就是 这几个学者 他们所编出来的西亚文圣经 也是把它放在这个正文的 他们认为这个是最早的 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 又 又括号 又括号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 这边 这边有一个列表 是 这个在Notes 在这个 注角里面 关于抄本资讯 的 这栏里面 又括号 它说 separates the reading of the text and its support from variant readings 就是 把 正文里面的 这个reading 已经有一个特别 在经文鉴笔里面 通常是有特殊的意思 就是 它 不是说我们怎么去读它了 而是 它的内容是什么 就这个 经文的内容 就是在正文里面 我们放的是哪一些字 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比如说 到底是Christu 也是 好 它放在正文 那么Christu 也是就称为 the reading of the text 就是这个经文 正文里面的reading 那么 它认为后来的抄写 产生的错误的 就是不是最原始的 那个内容 那个reading 它就把它放在notes 放在注角 所以它 在注角里面 它会先放 这个经文里面 所写的内容 还有它的support 支持它的 这些 不同的学者 然后呢 跟这些其他的variant reading 跟这些其他 它认为是 后来才产生错误偏差的 这些内容 做一个区隔 好 我们还是 举实际的例子 像我们刚看到这个 Christu 耶稣 好 那么 它这边 有它的support Traglet 然后的NIP 就是那个拜单庭经文 好 那出现这个符号 所以这个符号 把前面这个reading in the text 或者reading of the text 跟其他的variant reading 区隔开来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符号 左边 是经文的内容 右边是 其他的译读 好 variant reading 通常中文是称为 译读 相译的读法 刚刚已经说了 这个读法其实 意思就是内容的意思 就是它写出来的 那个文字 好 所以右边是易读 那支持他的呢 是有Viscount Hord 意思就是说 Viscount Hord认为它是正文 可是在这个SBL GNT里面呢 它是跟随了 Traglet NIV 还有RP 这些学者 的意见 他们 他认为Christu 耶稣才是正文 好 这里的符号 还有一些 不我们 不要 我们不一次 全部讲完 以后碰到了 实际的状况 我们再来 介绍这些符号的意思 好 然后再介绍另外一个工具 就是信万爱 这个网站本身 你如果打这个FHL.NET 这个是信万爱 它的首页 如果你在前面再打一个BKBible 点 就是BKBible.FHL.NET 你会进入到这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 它的圣经经文阅读 这一栏里面的新约 还有提供很多译本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 菲利比书一章 你可以选菲利比 选一章之后 比如说你想要看新译本 想要看这个中文标准译本 或者其他的译本 你点选了之后 那你这边按阅读 它这个就会呈现出 各个译本的经文 那这边也可以点选 你要不要这个原文编号 或者你的格式 点选之后 你就会看到各种译本 对于某一章某一节的圣经 它们各自不同的翻译 有时候只是表达的不同 可是有时候是 它们的理解就不同了 意思也变得会不太一样了 那么你过去 所以你只是看到不同的译本 有不同的这个内容 也许你还难以决定 到底应该采用哪一个译本 那么现在你学了西大文 至少你知道这个背后的来龙去脉了 那你就可以更可以用你的理解的方式做判断 好所以 虽然我们 这个简易入门教材 我们以后 之后大概通常我们还是以 这个 合本的修订 或者是 新汉语译本来做比较 那可是如果你想要更知道的更多更详细的话 那么你可以 使用刚刚我们所介绍的新王爱 这个 这一些更丰富的资源 画面 这么久 这些细节 他们可以用来 对 这个 这些细节 都不放弃 这些细节 云